那接下来我要给各位看一个很有趣的电路 那这个电路叫做什么呢 脉波变化检测器 好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那这个为什么叫脉波变化检测器呢 假如你有一个脉波像Clark这样 在这边升起来在这边下降 OK 那但是呢 经过这个反向器 它是不是变成这边下降这边升起来 没错吧 经过反向器之后会这样子 好 但是呢 这一条线它没有经过反向器 这一条线经过了反向器 这一条线没有经过反向器 这条没有经过反向器的 它的脉波跟原本的一样 所以是上升再下降 但是这一个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请问为什么这一个波会变这样 这个输出波为什么会变这样 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向下的很短的一个波 看得到画面吗 我抽人来问一下 好 来 你有修这个课吗 第一位同学 你有修这个课吗 有 告诉我一下 为什么这里 会变成一个往下的突波 因为它前面那个有NAT 有NAT 然后呢 然后这就从一个 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两个补起来不是应该是一条直线吗 那而且它是取AND 对不对 它这边是往这样子 那这边是这样子 它的它的AND的结果 AND的结果就是1和0AND 对不对 1和0AND的结果是0 0再输出应该是1 所以输出是1 那应该整条都是1才对 为什么它有一个向下的突波 如果你按照完全没有时间延迟的想法去想 那这个线应该是平的 但是问题是 每一个闸 它都有时间延迟 因为半导体的这种东西 PN的界面 它会造成一些时间延迟 好 当它造成时间延迟的时候 有经过NAT的时间延迟会比较严重 没有经过NAT的时间延迟 几乎是没有 所以这里延迟的一点 导致它比较慢才下来 那这里呢 没有经过NAT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导线 所以它很快就上来 那这个很快上来 跟这个比较慢才下来的结果 中间有个时间落差 会产生一个向下的突波 经过反向器 会变成一个向上的突波 所以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 它在做什么事情 以这一个例子 它是在抓上升边缘 下降边缘它不会抓 这个电路不会抓下降边缘 它只抓上升边缘 OK 看得出来吗 好 所以 我们上礼拜不是看了这种东西吗 上礼拜看到这个东西吗 对不对 好 这个可以用来存一个bit 对不对 用来存一个bit 但是问题是 我们往往真正在使用的时候 会再加上一个clock OK 那加这个clock代表的是说 它只有在上升边缘才会运作的 这叫正边缘触发 正边缘触发的拽索器 或者是复边缘触发的拽索器 其实就变成正反器 OK 那这种 前面有加一个 这种三角形的 是怎么做的 就是用这个做的 用这个电路做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只要在这边后面呢 再接上 接上 SR或D或JK正反器 那这个接上去就可以 OK 或JK或D都可以 那它的输出的这个Q OK 它就会只有在边缘 就是正边缘或复边缘的时候 它才会改变 那平时它不会改变 OK 那 以往各位很多数位逻辑的书上面 会写说 边缘触发的 正反器 就是那个 像主从式正反器 它是用两个SR拽索器 去做出来的 但是现在 新的书上面 它会告诉你 现在已经不用两个 主从式的正反器去做了 因为这种 这种脉搏变化检测器 比用主从式的更简单 我只要在前面 再接一个脉搏出发 变化检测器的话 它后面接任何的元件 都具有这样的功能 都具有加上这个三角形的功能 所以请注意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主从式 这样了解吗 所以当你看到 这种电路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认为它是完美的波 但是事实上它都有延迟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电路 拿去Aterra的Quartus 2去跑模拟 但是你不要设Functional 你不要设成Functional Simulation 你把它设成有Time Delay的Simulation 那这时候应该这个突破就会出现 如果你设成Functional 就不会有这个突破了 OK 那各位回去可以做做看 这个这个电路 好 那我先暂停一下 我们把画面先切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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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